嗨,大家好 今天我們來看一台VLUK17B 它的故障是無法測量 我們來看一下 開機 這是交流電壓 我們測試一下 直流電壓 電池 沒有反應 然後電阻檔 短階標筆 沒有反應 公明檔 大家看一下,短階沒有反應 不知道什麼情況 我們拆開看一下吧 好,主板我們拆出來了 然後我觀察了一下 沒有什麼明顯的受損的元件 也沒有看到浮屍 當然它這個保險絲它沒了 它用一根 用一根線把它焊起來 但是看了一下主板上 並沒有明顯的問題 哦,對,還有一個沒看 那個開關拨盤 把它拆下來看一下 看是不是有問題 好,目前看波盤也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那麼只能說去網友表來檢測了 那我再量一下吧 好,我們現在發現問題了 就是這個整流橋 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都是積穿的狀態 然後我看了一下後殼 不看不知道 一看嚇一跳 可以看到嗎 這裡有一個巨大的爆炸 造成的黑色的印記 說明應該是電流檔 捅了高壓 導致炸了 那麼這個整流橋應該就保不住了 接下來呢 我們就把整流橋換一個新的 到時候再看 透心涼,心飛揚 哎,沒辦法 好,現在這個錶呢 外殼呢我已經給你做了清洗 然後 過了也做了打磨 很大的放很基本上都已經沒有 來測一下相當打磨的程度 這邊是交流220 接著再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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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 没问题10千欧姆 没问题100千欧 没问题500千欧 没问题电流档 电流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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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毫安 电流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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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度 用手音列差不多35度左右 OK 那么 路表呢就完成了 给发缓了